政府较早前提供了300亿舒缓措施给很多行业 其实有24行 其中包括物业管理 因为我常常强调物业管理清洁保安 其实对社区的健康和防疫方面是很重要的 而这些人是坚守岗位 没有逃兵 在这方面政府整天忽视了 这次回应了 起码私人方面的住宅 从事物业管理清洁和保安 它是拨了10亿出来 物业管理监管局在星期五开会的时候 接受了政府的委托 就这个10亿的推动和处理派钱等等 也不够按照 现时更加坦白池 医院 责心